歡迎光臨 我本身反而受害這個態度機制 原因本身在政府文件裏看不到 現在的建議和本來容忍的態度機制有一個好處 在內的可能就是說 現在的機制可能有得留不到 讓一些人可以有機會再集體 而再去一個面向衝突 而我反對的原因也都是因為 因為建議的機制會有一個機會 讓我們一般大眾的市民 還有一個表達我們的意願的機會 因為就算在去年這個政改民眾方面 很多很多以前都是大眾的市民 都希望有比較快來進行這個普選 但是就在政府裏面 面別或者複解民眾接受 令到一般的民眾沒有辦法出來 所以都迫於有道理的意願 想到在那裏面前想到的方法 能夠令到其他市民能夠表達的意願 至於說這1,000多是否一個浪費 我相信在這裏面的民主社裏面的行券 民主社裏面的行券民主社裏面的行券 需要的成本是比較多 但是因為我未免 因為這樣發展我們有一個比較和諾 和一個更加大的付出 如果我們真的這麼緊張的記者裏面的行券 將立法國三萬元更加來得到 省得到的錢 和立法國行券的行券 都沒有人要照顧 至於這裏面的機制是否比較濫用呢 我覺得是會看當事人主持的心態 還有最重要的是 當事人們會因為犯罪而受罰 而他連五區支持的議員 他不是被迫著冷靜的機制 他是光明正大 其至先人 被一些已經堵塞了那一條派 有一個將來的機會 而他就是因為犯罪而受罰 或者受傷 可能可能有民主的機制會在於 而我正正一反了就看到 現在正是想盡辦法 亦都堵塞了議員 而現行這個機制是在保安法之下 唯一有一點點似仰的機會 讓我們表達下文件 所以我竟然想反對 而收拒這個機制 其實政府應該追溯索 而認真地探求內英國文件 但剛剛相反 這是千方百計老實辭職機制 其實是相互真文件 防文之後甚至於黃村 以亂法推良法 在重大市場上 不被真實的文件得以將來 就是掌控的人心 之人心所向 不堵塞的話 之難以乖國人 多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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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